第六文 为什么二入选择器 ARU的另外一个输入端是2 另外一个输入端 为什么是2 好 这个我们来分析前面给的提干的信息 我们说 计算机 对吧 计算机是16位计算机按字节编制 按字节编制 那么指令都是16位的 指令是16位的 那么16位的指令占了两个字节 那么我们说要找指令的话 那么这个PC应该加的是谁呢 加的是2而不是1 是2而不是1 那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看 如果要进行地址运算 要进行地址运算 我们把这个PC的内容 取出来以后 对吧 PC的内容取出来以后 到达总线 到达总线的话 然后的话 如果要和这个2相加 要和2相加 把PC的内容到达总线 现在这里面存起来 ARU 要把这个2相加 对吧 这个2挪过去 来给它进行一个运算 对吧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这个选择器 另外一个输入端是2 对吧 为了和PC相加 让这个地址是PC 加2 好我们看 指令自长是16位 按字节编制 AMUX的一个输入端是2 以使PC自增2 以获得下一条指令的地址 好 那么下面 这一年的 44题 还是接着上一个题 对吧 接着上一个题中 给出了你 两个指令的执行过程 上面是取指令的 执行阶段 一个是 一位指令 对吧 一个是一位指令 一个是减法指令 减法指令 好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给出了 指令的格式 给了你 对吧 给了你 然后呢 指令的操作码 是OP 目的操作数 有寻指方式 目的 一个形式地址 原操作数 对吧 寻指方式地址 原操作数2 寻指方式地址 好 它支持什么呢 它支持的是 寄存器直接寻指 和寄存器 间接寻指 寻指方式位 分别是0和1 寻指方式位 0寄存器直接寻指 1寄存器 间接寻指 通用寄存器 R0到R3的编号 分别是0123 0123 那我们显然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整个指令 是多少位呢 整个指令 是16位的 我把这个笔的颜色 变一下 为了给大家 写起来好写 先暂时用红色代替一下 好 那我们看 在这里面的话 整个指令 是16位的 是16位的 那好 我们的寻指特征位 分别是0和1 那就说MD 对吧 MD MS1 MS2 它都是一位 都是一位 然后呢 它的这个 RD RS1 RS2 分别是寄存器 对吧 寄存器是四个 对吧 这个各需要两位 各需要两位 那么整个指令 是16位 那么操作码是几位呢 16-9 操作码是6位 6位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3D值指令 3D值指令 那原操作数1和2 运算完以后 对吧 运算完以后 然后呢 把结果写入 目的寄存器 好 如果是2D值指令 2D值指令的话 它的最后三位 是0 最后三位是0 那么把这个 圆给目的 如果是单地值指令 最后6位 它都是0 对吧 把目的操作数 对吧 目的操作数 运算后 给目的地址 好 这就是他们的 这一个位数的问题 好 那么下面 我们来看 回答的问题 第一问 该计算机 最多可以定义 多少条指令 对吧 多少条指令 好 那我们说 操作码是6位 它最多可以定义 2的6次方 也就是64条指令 这个 我们算错了 我们算错了 16 减9 对吧 16减9是7 这个是7 16 对吧 16位减个9 是7 对吧 这一位是7 不是 而不是6 对吧 这一位是7 而不是6 那么 因此呢 那个操作码 总共是7位 对吧 总共是7位 不是6位 操作码7位 2的7次方 等于128 所以说 该计算机 最多定义出 128条指令 好 第二问 我们看 假设 加1指令 左移和减法指令 操作码分别是01 02 03 下列指令的机器代码是什么 那我们看 加1指令 它是 1地址 对吧 加1指令 它是1地址 一位指令 是2地址 对吧 2地址 这个加1指令 1地址 R1的内容 加1给R1 对吧 这个2地址呢 就是R1的内容 左移两位 左移一位 给R2 然后呢 第三条指令呢 它是R1的内容 为地址 所指的 主存空间 取一个数据 然后减去 R2寄存期中的数 结果放入R3 那么显然的话 这是一个 三地址指令 那让我们写出 它的代码 我们看 第一条指令 它的操作码是 01 7位 就是 000001 这操作码 它的是 寻止方式什么呢 它的寻止方式是 寄存器寻止 那么寄存器寻止方式 它的寻止的 特征位 对吧 特征位 就是0 特征位是0 因此呢 这儿再多一个0 多一个0 然后它的 形式地址是几呢 是 R1 是R1 那么R1的话 它的编号就是 1 是占了两位 就是01 它占了两位 是01 好 这是一地址指令 它的后六位 都是0 那后六位全是0 123 4 5 6 好 123 4 123 4 123 4 那就是0 2 4 0 2 4 0 好 那么它操作码应该是 0240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指令 第二个指令 它是 二地址指令 对吧 二地址指令 它的原地址 只有一个 是R1 它的目的地址是R 那么我们看 它的操作码是02 对吧 02 02就是 总共七位 10 10 然后七位前面补五个零 12345 补五个零 这是它操作码 它的目的操作数是R R2是 直接寻止 对吧 R是直接寻止 直接寻止的话 它的寻止特征位 寄存器直接寻止 寻止特征位是0 然后呢 寄存器编号是2 那就是 10 10 然后呢 R1 R1是寄存器 R1也是寄存器寻止 对吧 R1的内容 一位 R也是寄存器寻止 所以它的寻止特征位 也是0 形式地址是01 好 它的后三位 二地址指定 后三位是0 因此呢 它的 指定格式的 16地址形式 1234 1234 1234 就是 0 4 88 H 好 就是 零 零 零 八 八 一尺 好 我们再来看 第三问 第三问是三地址指令 三地址指令 减法指令的操作码是 零三 就是 五个零 一 一 这是操作码 好 它的目的操作数是 R三 它的寻止方式是 直接寻止 直接寻止 寻止特征位是0 寄存器编号3是11 好 它的源 的第一个是 R1 R1是寄存器 间接寻止 那么寄存器 间接寻止 它的寻止特征位是 1 是1 它的形式地址 R1 就是 0 1 好 形式 这个 第二个操作数 原操作数2 那么它是 也是一个寄存器寻止 寻止特征位是 0 它的编号是 R2是 10 好 我们看它的编码是 1234 1234 1234 就是061A 061A 我们看就是061A 好 这是第二问 第三问 假定寄存器 X的输入和输出 控制信号分别为 Xin和Xout 其值为1的时候有效 为0的时候无效 举个例子 比如说 PCout是1 就能进总线 PC的内容送入总线 0就不能送 存储器的控制信号为 MEMOP 那么它的控制是 Raid和Write 两个操作 写出 图中 1到8处的控制信号 或控制信号的取值 我们看图 1到8中的 1到8 控制信号的取值 好 那么这个 就要结合上一道题 它的结构图了 那我们看 取止令的这个过程 它是一个什么过程 取止令 PC 要出来 对吧 PC的就出来 PC的内容 先到地址寄存器 PC还要 加几呢 加2 对吧 PC加2 PC加2怎么加呢 只能从这边加 这边没有写PC有自增功能 对吧 PC加2 PC加了2以后的话 我们看 我们还要把 指令中 根据这个地址寄存器中的地址 读内存 读出指令 对吧 读出指令 还要读到缓冲寄存器 读到缓冲寄存器 再读到指令寄存器 E码 取指令阶段 才结束 那我们看 题目给了你 PCout等于1 那就是PC的内容 能出来 PCout等于1 PC的内容能出来 要进地址寄存器 要进地址寄存器 那么地址寄存器 MARIN 就应该等于1 我们看 MARIN 等于1 好 这个就已经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的话 我们看 那么下面我们干嘛呢 下面我们需要的是 把 我们需要的是 TIN是1 TIN是1 我们干嘛呢 我们就可以把内容写到 缓存器 可以写到缓存器 然后的话 这个MEMOP是RAID 可以读内存 从内存中读出什么呢 读出 读指令 然后呢 MUXOP 是1 1是几 那我们说 MUXOP 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来 我们应该这样分析 这样分析 我们看 首先 P字的内容 我们看这么说 PC的内容 读出来了以后 读出来以后的话 它呢 如果MARIN有效 它怎么呢 它就写入了 写入到什么地方呢 写入到地址寄存器 我们看 就说是 PC内容 PCOUT 是一出来以后 好 它能到总线 到总线 先到写入这一个 地址寄存器 所以呢 我们需要的是 MARIN等于1 然后呢 总线上现在这个PC内容 还要写入这一个T 写入T 好 再写入这一个T 就要加T因E 所以T里面存的是PC PC原来的地址 地址寄存器里面存的也是原来的地址 好 根据这个地址寄存器的地址 要读什么呢 读内存 读内存 从内存中读出指令 能读出指令 然后呢 我们看MUXOP 应该是等于什么呢 MUXOP 在这里 MUXOP在这里 那么PC的内容 已经写到这了 已经写到这了 我现在要让PC的内容加1 然后再写入PC PC内容加1 再写入PC 那我们显然让这个MUXOP 应该让0通过 0通过就是2 对吧 0通过就是2 因此呢 我们在这里面让 这个 1 OP应该是0 应该0 对吧 0就让这个 2通过 能和它相加 2能通过和它相加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两个 已经 上一道题已经连起来了 对吧 连起来了 好 2通过到达7到达4以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让 4里面的这个2 和这个 t里面存的原来的这个PC 相加 好 相加完了以后 我们看 那要相加的话 直接传送操作 直接传送操作 对吧 应该实现的是 直接传送 MOV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MOV 好 SR 读内存了 对吧 读内存 读指令 然后把这个指令 要读到什么地方呢 读到缓存里面 读到缓存里面 好 读到缓存里面 从缓存里面再出来 再送到 指令集存器 所以缓存MDROUT等于1 IRE等于1 那就说缓存里面的这一个 对吧 这两个指令 缓存里面的指令 出来以后的话 那个MDROUT 然后进什么呢 进指令集存器 好 这是我们的 第二步 那我们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嗯 这这这这是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阶段 对吧 我们还要看这个 执行阶段 执行阶段 执行的是 左移指令 对吧 左移指令 这个左移指令 大家看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说了 左移指令 把R1的内容 左移一位 放入R 对吧 R1的内容 左移一位 放入R 那么对于 这个而言 就是R1的内容 左移一位 放入R 那我们看 R1的内容 先出来 进入 暂存器 好 我们看 R1的内容 出来 R1out In R1out等于1 进 暂存器 Tin等于1 那么所以就是 R1out和Tin等于1 那么这个时候 AR1out AR1out 要实现什么操作呢 实现直传的操作 AR1out 直传的操作 AR1out 直接 把这一个 读出来的这一个 直 直传 送到一位 寄存器 这时候给它左移一位 对吧 左移一位 那么AR1out的直传 所以AR1out 它的 送的是 A就是 M OVA 然后呢 SROP 执行的是 左移操作 Left 所以说 这个地方就是 MOVA 这个地方就是Left 就是Left 好 那么 然后的话 是 左移以后 对吧 左移以后的话 然后呢 SRout 是开关 SRout 是开关 左移了以后 把它呢 结果再 出来 出来 然后再进谁呢 再进 R 对吧 出来以后的话 再进R 就是R21 好 最后一个 我们看 这个减法指令 减法指令是 怎么减呢 减法指令是 R1的内容 R1是 寄存器 间接寻止 减去R2 寄存器 直接寻止 结果送入R3 对吧 结果送入R3 那 我们 好 那我们看 它是 R1的内容 对吧 减 取出R1 对吧 减R2 然后呢 放到R0里面 我们看 先是R1 R1 R1出来 R1里面什么东西 是地址 把这个地址呢 送进地址寄存器 MARE MARE 等于1 然后就可以读 内存了 所以MEMOP 等于RAID 读内存 对吧 读内存 好 读内存以后的话 我们看 那么 下面是R2 OUT R2出来 对吧 R2出来以后的话 然后呢 是T1 那就说R2的内容 R2的内容 出来以后 R2的内容出来以后 暂时进到 T里面 暂时要T里面 所以这就是一个 R2 然后呢 出来以后的话 T1 然后呢 我们看 刚才我们读内存 读出的数 可能进了缓存 缓存里面 先出来 对吧 缓存里面 先 出来 好 从缓存里面 我们看一下 从缓存里面 出来了以后 对吧 就要和R里面存的数 要运算了 那运算的话 大家看 它要只能通过这个线路 到达9以后的话 让 这通过 所以MUXOP 就选择1 它就到达7了 MUXOP 对吧 那我们看 就等于 1 到达7了 对吧 到达7了 到达7以后的话 不是 这不对 就是MUXOP 等于1 等于1了以后 它就到达7 从7再到达4 再到达4 然后呢 ALUOP 进行的是 减法运算 ALUOP 我们看 它进行的是一个 减法运算 对吧 ALUOP 在这里面的话 它就是 我们看这个减法的操作码 是 是哪个呢 ALUOP 适应减法 运算 对吧 就是SUB SUB 好 那么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 SUB 减完了以后 SROP 它直传 对吧 直传 SROP直传 是直接传的 对吧 直接传了以后 我们看 直接传了以后 要写入R0 写入R0 所以呢 这个8呢 是什么呢 8就是直传以后的话 这个开关要打开 打开以后 写入R0 就是R01 对吧 那么这个过程呢 大家按我的思路做一下 对吧 把这个题来理一下 这个题是比较复杂的 那好 下面我们 稍微的休息 还有一问 还有一问 最后一问比较简单 最后一问 最后一问是 指令 减法 和 加一指令 至少需要 多少个 时中周期 那我们看 我们把这些 算的东西 对吧 我们把这些 实行过程中 几步 能实现 对吧 几步能实现 那么这个题 就至少各需要 四个和两个 时中周期 好 那么这个题呢 我们就给大家 分析到这里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 下一次